義大利男子有來自號角! Clarion星球的外星人照片 我們只學會相信,能看到的才是事實。 當人類,能夠通過這個其他的窗口, 並用新的眼光看待現實 感知我們生活的真實世界時, 我們會發瘋,或者我們會進化,沒有其他的選擇 Hey guys! This is my tea! 莫里吉奧卡瓦諾, Maury Silkevallo, 其筆名JHLOS為公眾所熟知 並出版了好幾本書,2012年時, 曾在意大利都林所舉行的會議上, 他談到外星人會是誰? 他們是恒星的守護者, 彩虹的領主, 他們是宇宙的圓丁, 前輩祖先, 永恆的神仙 他們來自宇宙的界線, 來自最初的源頭, 來自你建立永恆的地方 聯繫或綁架 莫里吉奧卡瓦諾的生活謎團, 是這自2006年非凡訪談的一部分 保拉哈里斯, 佩歐勒·佩里斯和莫里吉奧卡瓦諾, 談到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 他說他拍的照片, 是他所稱的外星人的照片, 以下是莫里吉奧卡瓦諾的訪談 我只是那些聲稱,自己有經驗的調查人員。 我的責任是做好工作 忠實地報告目擊者說的話, 因為傳達給人們的, 應該只有正確的信息, 而不是扭曲 在沉默了11年之後, 我覺得有必要講述我的經歷 把我所發生的事情, 與其他人所發生的事情,聯繫起來。 在我自己,我的生活和家庭中 帶來了內在的,徹底的轉變。 但之後,我因此而感到後悔 因為,雖然遇見了很多開明、美麗, 而偉大的人物,想要知道真相 但我也發現了很多邪惡。 我遇到了那些自私自利的人 我遇到了不穩定的人, 真的很瘋狂的人 兩個月前, 我在這裡接了很多電話 一個自稱為外星艦隊總指揮的人 為了證明他是一個真正的外星人 他向我展示了他所稱的激光樹 但他只是一個上面有一些小崩的 中國口袋型照明裝飾 這些事情真的擾亂了我 你是如何擺脫這些遊客的? 我通常對第一次見面的人 我打算邀請他一起吃午餐 把他們當朋友一樣對待, 就像親愛的人一樣 但是當我意識到 他是個什麼樣的人的時候 雖然我有最好的打算 但我不得不編造一個突來的約會 有時候讓人聽起來覺得有點粗魯 我討厭說謊 我愛坦率 我喜歡直言不諱 我無法忍受一個有謊言構成的世界 但在某些情況下, 你必須保護自己 那人是一個危險的人 也有人希望把你當作領袖 你如何在這些情況下管理他們 我讓他們不喜歡我 這意味著, 如果他們認為 我可以給他們一些東西 我一直很清楚 我告訴他們我不是一個大師 我不能從我個人的經驗 教他們任何東西 如果他們能從我的經驗中 學到一些東西 我會很高興 但是我無法教他們 因為我也還在學習 而當他們經常因為感到被背叛 而有一個負面的反應 他們開始把我當成一個 不願給予他們 我自己財產的人 從1981年我的經歷開始 我已經成為一個可以被愛 但也可以被恨的人 1981年你結婚了 你有孩子嗎? 是的 我結婚了 我有兩個孩子 女孩7歲 男孩4歲 一切事情突然發生了嗎? 是的 我曾經有過很多人的經歷 我看到天空中有奇異的燈光 但那天晚上 綁架之夜 突然間 我沒有想到這樣的事情 從那一刻起 一切都改變了 我注意到 你使用了綁架這個詞 你把它稱為綁架或聯繫 我把它叫做綁架 因為它違背了你的意願 是的 我並不想如此 是他們強制我 整個故事都在我的書中 我身處在所有戲劇性的時刻 我正在家裡 我感覺到 我開始感到身體不適 發燒 然後突然之間 我聽到一個 來自體內的傲慢霸氣聲音 命令我出去 要我和一些朋友回到我們 在前一天晚上去散步過的 蒙費拉脫的山上 在一家比薩餅店吃過晚餐後 我們從維爾切利那裡 開了十多英米的山路 印象中 當我們看到一個降落在一些樹後面 像燈火一樣的紅色燈光的時候 我們都非常的興奮 下了汽車 朝這個方向去看看發生了什麼 那天深夜 地面很陡峭 所以我們就放棄回家了 我一回到家 就開始覺得不舒服 我感覺到發燒 一下熱 一下冷 我起初認為是由於消化不良造成的 我以為吃了什麼會讓我生病的東西 我無法入睡 我又開始聽到那個聲音脅迫我 命令我再次開車回到山上 那一刻 我開始了一場泰坦尼克號式的戰鬥 一場令人難以置信的戰鬥 我試圖喚醒我的妻子告訴他我病了 而且必須出門 但我的妻子 仿佛是受了某種藥物的作用下 繼續睡覺 在我的書中 我詳細地談了一個特別奇怪的經歷 就像我的房子被困在一些東西裡 我不知道如何定義它 它就像是被凍結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正確的字眼 我去洗手間喝了一杯水 玻璃被從我的手裡滑落 倒在地上 但它是慢慢的 非常的緩慢的倒下的 時間停了 那是一個星期六晚上 街上充滿了節日夜晚的喧囂 但在我家裡 一切都沉默了 當玻璃碎片在地上 我沒有聽到聲響 一切都結晶了 就像時間放慢了一樣 這顯然是一個綁架 因為我不想去 我拒絕的指令越多 我腦海中的痛苦就越多 我注意到 當我開車去山上的時候 我的痛苦降低了 但是當我想我想待在家時 我的痛苦增加了 比以前更強烈了 這是一種強制的形式 這就是我使用綁架說詞的原因 如果他們要我和他們一起去 我無法說不 當時看起來是不好的經驗 而現在呢?在2007年呢? 現在不會 同樣在我的書中 我說那些是我的控制者 我叫他們綁架者 那些接近我的人 都是給了我新的自由的人 他們向你展示了一個新的事實 他們告訴我 宇宙不是我們所相信的 生命不是我們所生活的 我們所說的一切都是純粹的幻象 他們給我開了一個宇宙的窗戶 他們把我帶到了瘋狂的邊緣 並摧毀了過去的毛里奇奧 就毛里奇奧已經不存在了 他們撥了它、打敗了它 但他們允許新的毛里奇奧 超越我們所謂的現實的邊界 他們給了我一個巨大的禮物 他們給了我自由 但是你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 非常高的代價! 看!當我明白這些人來找我等待什麼 把我當作導師對待的時候 我總是說我沒有任何真相可以給他們 我只有自己的真相 它完全屬於我 當我意識到 這個在我心中如此強烈的真理 可以被操縱的時候 我感到很難過 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理解 當然 我們在地球上 我們是人類 一個奇特的種族 我們正在成長 但你正試圖把我們從小學直接帶到中學 但是我們不能這樣跳躍 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它發生在你身上 它們讓你能夠如此 是的 是的 但也許我以前曾接受過培訓 這正是我想問你的 是的 因為我意識到沒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發生 我的母親也被綁架了 你怎麼知道的? 它們給我看了一些圖像 像錄製的圖像 它們向我展示了一幅巨像 像一塊屏幕一樣的紅寶石金字塔 我看到一個女孩走進坟墓場的圖像 乍看下我無法識別它 它們告訴我 很明顯 你不能認出它 它是你的母親 當它還是一個女孩時 它也知道星星的秘密 這意味著它們已經編成了我們 Hey guys! This is my tea! 由於本文太長 將分成上下二集 想看續集的人 請別忘了分享出去並按一個讚哦! Keyboard 感谢观看